另外一位 敬賀東方敬會廣旋交響樂團 圓滿完成歐洲音樂修行之旅 美國禪宗文化中心於日前舉辦聯誼會 文化愛好者們齊聚一堂 在禪宴茶香中體驗禪茶禮之美 美國禪宗文化中心負責人張學元 在致辭中表示 東方敬會廣旋交響樂團在15月禪師率領下 自9月5日從馬達加斯加啟程抵達法國巴黎 展開了一場前無古人的全球音樂修行之旅 總行程42,300多公里 途徑德國、義大利、瑞士等11個國家 舉行了11場音樂法會 觀眾達到13,500多人 東方敬會廣旋交響樂團 是一支被世界基尼斯記錄認證為 全球唯一的全僧侶藝術團 此次歷經歐洲十一國 樂團以音樂為媒介 向世界傳遞了人民間的和平與友誼 展現了東方文化與宗教交融的獨特魅力 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 我們在9月20號 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成功地演出了一台主題為地球家園的主題音樂會 以中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外交使團 為首的47個國家的外交使團的大使 多出現了音樂法會的演出 DJM3藝術教育聯合人謝亞利 美國華人社團聯合會監事長趙玲 高校聯盟理事長劉莉莎 南灣華人協會會長王威等僑界代表和社區人士出席活動 此次音樂修行之旅不僅展示了 敬惠廣弦交響樂團的卓越水平 也促建了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理解 樂團成員們表示 他們將繼續努力 用音樂傳遞愛與和平 為世界的和諧與繁榮 貢獻自己的力量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